伊朗所冲邀的黎巴嫩尖主党 和以色列在25号交火之后 外媒分析战事是点到为止 美国五角大厦就认为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威胁并没有消失 另外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利比亚 爆发政治角力 东部政府就宣布关闭所有的油田 引起国际油价一度标破到每桶80美元 我们先看到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利比亚的 东部政府叫做班加西政府 在8月26号就扬言了 要把所有的油田都关起来 而且暂停生产跟出口 那利比亚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人民推翻了独裁领袖之后 就变成了两派 这个首都黎波利 还有东部的班加西政府 各自都拥有势力 但现在政治角力是更加的恶化 大家这个每一边的势力 都想要来控制央行 甚至控制原油的控制权 所以引爆了现在 竟然还有油田要被关起来 它的影响性可能都有到 一天上百万桶的生产量 另外一个是在中东战事 就把时间往前推 真主党 里巴嫩的真主党 是在8月25号的时候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有发射了像是飞弹 甚至还有无人机 而以色列也同时 又派出了上百架的军机 来防止有更大的袭击出现 所以8月25号之后 就看到当地 大概有出现 有一些地方还是有烟雾 或者是有警报状态 但是后续的情况 战事会变严重吗 我们先看到以色列外长就说 不寻求全面战争 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就说了 真主党已经遭到以色列 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了 也看到整个以色列北部 已经有不少的人民 上万名的人民 离开了北部的家园 他觉得这样的情势 不可以再持续下去 言下之意是不是暗示着 不应该再继续让这个战事 变得更加恶化或打得更久 所以外面分析了 这个交火是不是点到为止 路透的分析 另外也说到 这一次黎巴嫩跟以色列 在8月25号的交火 并没有到广泛的影响性或损害 而且也观察到 其实以色列也很难 再把战线扩大到 除了加萨之外的地区 可能也没办法打得这么久 战线拉得这么长 所以说是不是有助于加萨谈判呢 不过我们看美国这方面 他们的观察 伊朗可能不会就此作罢 我们看到美国的五角大厦班人就说了 他们观察了一下 伊朗的领导层的发言 特别是公开评论 看起来并没有要完全放弃 攻击以色列 所以这个威胁还是存在的 至于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到了 伊朗对以色列侵略性的活动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涨 还说到以色列跟美国 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应对伊朗取得核武 甚至后续会不会发动攻击呢 可能还是要做好准备的 所以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 我们刚刚说到了 除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情况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在非洲最大产油国的 原油油田 有被关闭起来的情势 所以相信之下 布兰特原油期货 一度有到每桶80美元之上 甚至现在是在79.86美元做徘徊 所以现在后续分析是怎么观察油市 有一些分析师认为 现在油市最大的风险 可能要看利比亚 因为利比亚每天生产100万桶 等于直接归零了 所以供给量就每一天少了100万桶 另外又有一些认为说 这个加萨停火的协议看起来 还是有可能会泡汤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伊朗恐怕会是报复以色列的状态 所以最后原油设施 有可能就会遭受到攻击 这样的情势之下 对于未来的国际油价 预估是在每桶75到85美元之间做徘徊 当然这是几个比较悲观的看法 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 认为冲击可能不见得是这么大的 像是中东风险持续的升温 但是市场已经开始慢慢有点免疫了 也觉得说这个对油市 好像不是太大波及吗 因为中东的战事 可能是维持到超过一年的情况了 所以不会有太剧烈的国际油价的影响性 那么润银则是看待说 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的升温 美国11月大选确实是有些风险存在 但是至少AI的支持 还有美国降息的情况 再加上还有企业获利的攀升 都会待往后续标普500 跟继续占上5900点 那么北非国家利比亚 国内各派系的政权 为了要争夺中央银行跟国家石油收入的控制权 陷入到权力斗争当中 东部政府最新宣布关闭掉所有的油田 停止石油的生产以及出口 专家表示利比亚石油减产将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你所说的 Libya produces1.2 million barrels的油 which is mostly exported mostly exported to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it's mostly light oil so the volumes of this disruption obviously is going t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market if it happens but the question is that how quickly and how much but as you see the market reaction that how this adjustment happens especially for WTI which is light oil and it would be the best perfect suit for substituting this oil has kind of adjusted itself back a bit today so it seems that market it does not look into a very quick sudden interruption of all of these volumes but rather a gradual disruption 利比亚大部分的油田是位于东部 由军事强人哈夫塔领导的 利比亚国民军控制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虽然未确认东部油田关闭等消息 不过其子公司 瓦哈石油公司宣布 计划要逐步的减少产量 并且是情况 生产可能会完全停止 另外市场现在认为 9月美国联准会降息成定局了 利率观测站Betwatch的工具显示 降一码的几率 来到大约是七成多 大华证券专家指出 美国经济状况良好 配上江熙 和2019年的状况大同小异 看好美股的后市 我会变专官的 bitch If we get through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I'm really kind of positive on the sort of medium to one-year outlook I think if in fact we get a continued expansion and we have rate cuts then this kind of reminds me of 2019 where you had expansion in rate cuts and markets went on to you know a 20% year I think we're a higher valuation level now so maybe that's asking Hogwarts 但仍然是健康的背景 到達到增長和剩下的同時 我認為當剩下剩下剩下 我認為市場也在走過 市場的價值 在這個年來和 2025年 市場上是在價值9-10剩下剩下 我們認為是4-6 但仍然我覺得這加上了一種好背景 日銀報告指數預計標普500年底 之前還會再上漲5%來到5900點 而且依然看好科技股增長動能 也尊重刑則認為 依照美國2016年及2020年總統大選的經驗 秋天的波動性會加氣 雖然現在芝加哥VIX指數大幅回落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在判斷波動的指標 叫做美齡選擇權波動指數 依舊是維持在高點100以上 顯示投資人的恐慌情緒 不一定完全消散 依然擔心股市潛在的風險 受到市場對美國聯準會 9月可能會降息的預期推動之下 加上地緣政治的風險加劇 還有美國11月總統大選的不確定性的影響 避險需求增加推升金價的走勢 今年以來漲幅達到20% 目前約落在每盎司2510美元左右 專家認為多重壓力底下 金價年底前有機會衝上每盎司2750美元 金光閃閃的戒指排排站 這一個個價值都不菲 因為受到市場對美國聯準會 即將政策轉向的樂觀行李推動 加上各國央行和亞洲消費者的買盤 推升金價持續走高 今年以來已經上漲超過20% 英國銭資rió本身齡 Herz Picture 所以美金和亞洲消費者順暴走ки indicate collapse 中一黄金现货价格小涨约0.2% 来到每盎司2520美元左右 不过短短一天又突然遭遇抛售 小跌0.2%至2509美元价位 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 也就是中东可能爆发更广泛战争的短期风险有所缓解 令市场避险情绪降温从而打击金价 不过专家仍然看好黄金年底前的走势 毕竟在这之前还有11月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及美元若继续走弱 黄金也将获得上冲动能 假如是川普当选的话 我想还会有很多这个 不管是各个国家的央行 或者说这个散户的这个投资人 可能都会希望是多持有些这个黄金 毕竟我们看在川普低任这个任内的话 其实黄金表现非常的亮眼 都从压力底下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往后看的话 其实黄金还有很大的这个涨势这个空间 年底的话我们看大概有到 有机会可以到2750 那明年的话有机会去挑战这个3000这个关卡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 截至8月20号黄金近多头部位增加7.8% 是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显示市场对于黄金还是很有信心 不过也要小心因为中东局势变化出现修正性下跌 记者黄友若詹明华台北采访报道